曾比林心如还要漂亮,追求真爱不败金,网友,可惜被观众遗忘了。 在90年代的时候,这个时间里,赵薇,林心如是时代的代表。 主要作品有《还珠格格》、《情深深与萌萌》等经典热剧。 赵薇,林心如固然是那个时代的代表,但,这并不是没人可以与其披靡的。 纵观整个娱乐圈的发展历史,每个年代里的观众,都有着自己的偶像演员。 有些是被演技吸引,也有的是被颜值吸引,但不管怎样,这些都是他们成长经历中不肯磨灭的印记。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位,曾比林心如还要漂亮的演员,她不败金,只求追真爱,她是谁呢?那就是,谢润。 一个人的美,是可以经受得住岁月的洗礼,不会随着时间流逝,而变了模样。 谢润就是这么一位天然美女,不仅有着迷人的高颜值,而且还有这一股让人无法抗拒的芙蓉气质。 谢润是个非常喜欢演戏的演员,在她19岁的时候就以优异的成绩,顺利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。 与她同期考入的演员,还有徐静磊、刘林等人。 谢润的颜值高不高,看看她在学校的称号就知道了。 那时候考进北京电影学院,她就与徐静磊、刘林、刘兹,组成了93集表演戏赫赫有名的《四朵金花》。 对于其他三人,谢润的名气相对较小一点。 这并不是因为谢润演技不够好,而是她太低调了。 娱乐圈本来就是个圈滑的超市,你太过于低调,则很容易被遗憾。 在毕业之后,谢润以她的处女做田教授家的28个保姆,正式进入娱乐圈,开始了她的追梦。 随后的谢润还出演不少的经典剧,饰演的角色更是多样化。 角色虽然不固定,但是谢润饰演的都非常好,很具自己的风格。 在娱乐圈里,同出一格的演员非常多,而具有自己特色的演员,却是少之又少。 怀有自己特色,这让谢润更容易被观众记住。 但是,娱乐圈毕竟是个喧闹的场所,谁的喧声越大,则谁就越红。 而谢润则是刚好相反,她自初到以来,一直都是保持着低调,这也导致她一直都是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,我想谢润也是不想太过于喧哗,更多的是想安静地做着自己的想要做事。 虽然低调到不温不火,但这并不影响到谢润对于演戏的追求。 在之后的作品中,最为经典的,莫过于情深深与萌萌了。 虽然这部剧主角是赵薇,但是,谢润的颜值被观众评为情深深与萌萌第一美人。 一时之间,谢润厌压了赵薇,林心如,王燕,王林等当红花旦。 虽然在视野上的默默无闻,但在爱情上,谢润则是让人羡慕的。 在遇到真爱的时候,谢润选择了淡出荧幕。 因为像他这样喜欢安静的女人来说,遇到真爱比什么都重要。 一个人的成功,不是事业有多么了不起,而是一个简单温馨浪漫的家庭。 谢润不败金,不想其他女星一样,只想着嫁入豪门,而她只是想简单的爱情。 赵征就是谢润的真命天子,两人相识是在拍摄《相张术》时候。 相识之后,两人相恋了三年之久,最后幸福地步入了婚姻殿堂。 两人结婚之后,在2007年的时候生有一字,赵依然。 谢润和赵征结婚多年都一直是恩爱有加,也没有什么花边新闻,用易得和真爱证明演艺圈也有真情。 结婚后的谢润更是很少出现在观众的视野当中,就这样,她就渐渐被观众们遗憾了。 虽然人已经让人记不起,但是她的作品却依旧停留在光盘上。 最后祝福我们遗憾的女神吧!愿时光带她温柔一些,希望她一切都好。 结婚,你认识谢润吗?结婚,你对她哪部作品印象最为深刻呢?